穿著中鋼公司 這幅一群人圍成一圈 氣氛很凌重 因為相處已久的同事 毫無預警 竟然送一步去 她是前一天 她有請假一個小時 回來帶她的太太 一塊去鳳山鐵衣場打運 還是等待那個解剖 把關的業績 我們也不敢斷言 錯了的不止職場同事 奏施家人 家屬也不敢置信 家屬到現在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名57歲理性男子 本身有高血壓慢性病史 平時有服用高血壓藥 8月14日接種第一季 莫德納疫苗後 8月15日正常回到公司上班 外出回辦公室之後 出現昏眩 嘔吐 同事發現後 立即將她送往小港醫院急救 最後宣告不治 衛生局要積極的協助 要看家屬怎麼樣來 怎麼樣來處理後續 甚至以後要跟中央 來爭取來協助說要怎麼樣來補助 現在越方通報疑似是疫苗接種後的不良反應 不過還要等到法醫相驗 相關程序都必須一一進行 國內疫苗接種後不良通報事件已經超過500例 目前家屬同意解剖釐清真正死因 是否疫苗接種有相關聯 還必須進一步釐清 環西文林維凱宋軍 劉沛庭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